謝謝平鎮區 陳慶仁區長 跟所有的里長還有社區的理事長 我們是不是會揮手 歡迎 感謝 也預祝議員還有我們的里長 都高票當選好不好 好 這個政治有時候會有距離 美食可以拉近我們的感情 客家美食代代相傳 我們不斷創新 讓農場到餐桌 食農教育讓大家看到了 我們的食材溯源讓大家看到了 我們客家的酸菜 醬菜的文化也保存下來了 希望我這八年推動了很多客家認真餐廳 也希望客家走路生活 明年還要舉辦世界客家博覽會 八月到十月 我希望能夠讓全台灣看見 我們把客家美食透過農會的努力 能夠讓這樣的好的料理代代相傳 我們給自己掌聲鼓勵一下好不好 太厲害了 那評鎮人會非常用心 今天三百八十桌 三組中泡篩料理 有三組但是都試吃過 都很棒 今天可以吃完請大家也記得貼臉書 這每一道菜都讓大家胃口大開 尤其疫情之後我想大家把心打開 桃園是全台灣改變最多進步最大的城市 天下雜誌遠見雜誌 市長都得到六都第一名 我們給自己掌聲鼓勵 第一名的市長 我們成長了二十一萬六千人 我們是台商回台投資的首選 我們也是年輕人最喜歡的幸福城市 當然這一切要謝謝大家 那今天我跟莊一輝議員的任期 都是還剩兩個月 那莊議員沒有在尋求連任 專心服務農民 我們給莊一輝議員掌聲鼓勵一下好不好 我做了兩屆八年 一天當三天用 請大家疼惜桃園八年的進步 八年的改變 讓桃園繼續運轉 有下一個黃金八年好不好 好 也謝謝我們兩位出席的立委 呂玉琳委員 我們趕快掌聲鼓勵一下 謝謝委員 鄭玉琳委員 趕快掌聲鼓勵一下 謝謝委員 特別是對桃園跟平鎮 重大建設 鐵路地下化 平鎮車站的支持 平鎮農潭捷運路線的支持 對平鎮農會的支持 我們掌聲鼓勵一下 謝謝 等一下 各位鄉親如果要走以前 可以到中間的我們的這個冬瓜展示館 拍一下照 留下最好的回憶 今天祝福我們的鹹冬瓜節 圓滿成功 大家享受一下客家美食 平鎮大飯堆的幸福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我們 來,我們有請市長 我們可以站在我們啟動道具的 一個左右兩旁 在今天有委會 這麼多的一個嘉賓好朋友 我們站在我們啟動道具的兩旁 待會兒再喊三二一之後 就可以將紅色的一個絲帶 往左右兩側來做一個揭曉 來,你邀請我們旅行委員 報告上來 一起上台 一起加入我們今天的一個 啟動的儀式 主導,謝謝 可以報面上台 有請 好,我們的斷帶呢 兩家兩議員可能有點不方便 何明光處長 還有林坤賢處長 今天我們不是要推 這個我不是要推薦市長候選人 我是要推薦喔 鹹冬瓜 讓美食拉近距離好不好 好 好的,來,我們接下來呢 有請我們與會的長官貴賓 先面向前方的金頭好不好 來,大五指比向前方 我們先讓媒體朋友 我們前方所有的貴賓呢 先來捕捉這個 歷史性的一刻的畫面 我們先看中間五秒鐘的時間 來,先看前方中間中間的一個鏡頭 三百八十多的陣容天強 是的,有這麼多的朋友呢 一塊來關注我們今天的 客家冬瓜節 也看大家的左手邊 左手邊有很多的好朋友 來捕捉一下左手邊 接下來最後呢 我們看右手邊 那等一下呢 聽到小柔跟我們的總幹事 從三倒數到一之後 就左右兩側 將紅色絲帶 來做一個揭開的動作囉 現場所有的朋友 讓我們一起倒數 5 3 2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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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掌握手持著我們這一次的 一個活動的視覺主 視覺的一個牌子 面向前方的一個鏡頭 我們是不是請市長 市長我們移架到前方好了 大家可能比較好捕捉畫面 好,我們有請委員也一起向前 好,方便的話 方便的話也可以把口罩暫時取下來 好,口罩放口袋 戴起來會更帥哦 待會兒小柔會問大家 客家冬瓜節 我們現場所有的貴賓 大聲地告訴大家 好想哦 來,準備面向前方的一個鏡頭 2022桃園市客家冬瓜節 好想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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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想 好想哦 好看前方的一個鏡頭 我們有請現場所有的 展開貴賓 我們再問問大家哦 等一下呢 大家就只要回答兩個字 叫做好想 我們讓媒體朋友來錄一下這個聲音 我們讓媒體朋友來錄一下這個聲音 2022桃園市浩家冬瓜節 浩身 好 謝謝我們現場旅會的所有的掌握貴賓也謝謝市長 還有謝謝我們兩位委員 還有謝謝兩位處長以及謝謝我們郭神全 郭局長 還有特別的感謝我們這次辛苦的主辦單位 提片會的感謝平鎮去農賓我們的莊玉昏理事長 還會提片會的感謝 最美麗、最熱爭、清明整大表演 葉思維總幹事 提片會的感謝 我們都要給媒體 接下來我們來進行媒體聯訪 聯訪的事長有點緊張 OK,好,來 好 好,師長,來 平鎮去農會在莊玉會理事長的領導之下 每一年都辦客家的美食節 我們辦過了這個酸菜節 我們辦過了黑毛豬肉節 那今天辦的是客家冬瓜節 那鹹冬瓜是客家美食不可或缺的 它可以入味 做成很多的 像是鹹冬瓜做成的湯 做成的這個肉醬 做成的各式各樣的可以蒸魚炒菜 那所以今天喔 特別精選的這個食道佳肴 能夠做好食農教育 也推廣客家美食 透過美食讓大家拉進去 那也讓大家認識到在日食材的重要 看足跡更少 那今天有380桌 都是民眾自己認桌 那拼鎮大飯店的這個概念 是中一位議員提出來的 那一連辦了非常多屆 獲得很大的回想 那每一年的主題都略有變化 那其中最重要的精神是希望 客家美食走路生活 帶帶相傳 那我想今天的熱鬧氣氛 讓大家看到 這個政治有時候會有趣 美食不會有趣 所以我剛剛在台上喔 說我今天不是來拉這個鄭俊彭市長一票 是來拉客家美食一票 好 謝謝大家 謝謝市長 以及謝謝我們現場所有的媒體劇的朋友 今天馬上就要為大家一塊來進行我們的美味加油 好的料理一到一到要上來了 我們在外上面的味道非常香的味道 是 哇 這個是讓大家都非常的一個期待喔 那我們也有請我們宇慧的嘉賓好朋友 可以直接入行 好 我們入座 馬上來品嘗的菜甜油 來品嘗去莫非 去潘家的客家的味道 客家的董瓜姐 除了我們一到一到美味的客廳